航空三雄第四季的营运好消息频传 除了新宇将在10月25号挂牌上市和受到关注之外 还有华航跟长荣航也都绞出了史上最望上半年的好成绩 下半年的部分还有货运在电商电子AI等需求 跟庞大的旅行团出游之下 航空货运同步受惠 再加上ITF旅展即将开跑 都让航空业备受关注 秋冬时节风也转红 日本著名的漫天红叶美景让人目不转睛 或是来趟热乎乎的温泉之旅放松身心 在年底多档节庆祝公下旅行社业绩声势看好 报名人数的部分的话 大概已经达到去年同期的大概九成以上 那至于这个因为现在还是处于比较高票价 高团费的一个这个阶段 所以在营收的部分呢 也是有机会这个潮向比去年要来的成长 不止旅行社航空三雄的第四季业绩 更是好消息频传 不止客运需求旺盛 货运在电商电子AI需求旺盛下头部社会 看好推升全年的营收跟获利 以上半年来看 像长荣行税后存益133.87亿元 是历年同期最佳 每股存益2.31元 华航税后存益65.45亿元 EPS1.08元也创下同期新高 新宇则获利了9亿元 达去年全年获利的6倍 每股赚0.39元 加上年度最大旅展 ITF旅展即将开跑 航空业大洒优惠拼场 继续延长战线 华航机票全航线销售下杀77折 购票加码抽商务仓 长荣推出最低73折优惠价 冲神来回含税免万元价格 新宇则是全航线85折起 冲神更下压到9000元油罩 国泰航空则推出两人同行8折优惠 适用香港 东京 鸣鼓屋等地方 像欧洲的话 如果值倍价可以落到28000左右 就是蛮可以接受的 那美国的话 目前要促销都是美西的航段 那美西的航段的话 大概可以落在23000到24000之间 就可以接受 因为他们促销的这个班级 都不会是早去挽回这种 大家民众比较喜爱的 都会是比较偏使无去无回 所以在行程安排的话 可能要再拉长一点 另外近期航空界最大话题 就是新宇航空将在10月25号上市 从15号起连三天公开申购 每股成销价20元 没人可抽两张 累计前两天已累计128万人参与 创下史上新高 预估一连三天将冻结市场资金 超过650亿元 也让航空业成为了瞩目脚点 记者唐家林秋强台北一层报道